那就是 客家佬現在在哪裡 如果你知道在哪裡 就不是叫著草 穿得草當然是你不知道他在哪裡 他不是著草 那有些私人東西 其實都搞定八八九九了 現在他要轉變一個環境 因為現在的工作其實都很辛苦 一早就起床 雖然做大佬而已 也要一早起床去做事 那個行業跟他以前買客家湯水很不同 那有機會他都會出來的 現在學而客而聚令 令我感覺到有點感慨 就是究竟客家佬 你在何方 神秘的客家佬 你在哪裡呢 雖然過年的時候 我們一起吃飯 但是吃完飯之後 他繼續消失在人海 很多人掛念你 你要怎樣才會出來呢 客家佬 客家佬一定會出來的 其實如果沒有人說 扔三皮東西給他 那他搞定這些東西 就立即出回來了 是嗎